OK那今天这个视频依然是一个开箱视频 非常的简单 那么就是这个Alienware的一个15英寸的一个包裹 已经在我桌子上了 我现在尽量的去很快的把它打开 因为包裹不是很好打开 比较大 OK这个就是Alienware一个13到17英寸的一个通用的一个信息包 它是一个电脑包没有错 我们现在要把包装盘看下 看一下包到这里面是什么样子 OK那这个包打开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是正面 只有一个Alienware的吊牌 跟电脑一样 所以Alienware比较值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Alienware的logo 这边有一个保护贴 因为它这个logo好像是镜面的 对是个光面处黑色 黑色logo 它这个包的背面的话呢 是有一个类似于这种 就是防止压你身体的这样一个减震的一个模块 它是有点像那种硅胶的感觉 挺软的 挺厚的 不知道会不会热 如果背起来的话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吊牌先不管它 先看一下后面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 在靠近把手这个位置 这边是有一个拉链的 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放你的laptop 你可以把你的笔记本放到这里 你也可以放到前面 它前面这个地方呢 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锁扣 在这个地方 把它打开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夹层了 第一个就是这两边有两个小夹层 可以放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小东西啊 cable之类的 鼠标啊都可以往里头放 然后第二个夹层呢 就是这边有个粘扣 里边有夹层 然后最后就是里边了 这边有一个肩带 这个地方你的夹层超多的 这边右边有一个网状兜 然后 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然后左边有很多小兜 在这个地方 好多小兜 里边还有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了清楚 里边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豆 蓝色的 底下还有一个包 这个包是anyway官方说 就是装你的电脑的power brick 就是你的供电气筒 你的变压器啊充电器 接头之类的 这个包做工还蛮不错的 它是单独分装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anyway的logo 然后下边这个地方就是 很传统的笔记本的格档 你可以把你的笔记本放到这里 然后这边有个可以拆卸的格档 在这个位置 这个格档是可以拆卸的 如果你电脑很大的话 你就把它拆掉 如果你电脑很小 或13寸左右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粘好 然后它就会固定你的电脑 让你的电脑更稳定的待在这里 这边还有个格档 这边有 竟然有毛茸茸的材质在这个地方 这个格档 应该装一下iPad之类的一些小东西 手机之类的 整体这个包我感觉质量还真的蛮不错的 这边这个肩带 这个肩带 在底下也有一些 海绵去给你做一个简震 这样子 很舒服应该配起来 然后上面依然有 A-lienware的字体 所以说这个肩带蛮宽的 所以说这个包我觉得 蛮不错的一个包 它两边还会有一些 像这个卡扣就是方便你去快速拆卸 你的这个肩带 就是这样子 你把这个卡扣直接这样卸下来 可以快速的拆 这样的话是固定 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装水壶的 你可以放一个小水壶在这里 不知道右边有没有 右边也有 右边也有一个 就是网兜 那我感觉这个包整体我感觉非常推荐大家去买 如果你有就是 挺喜欢外星这个牌子 或者你需要这样一个单件的新式包 想装很多东西 他们家这个包里边的小兜口非常多 非常方便你去装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去归类啊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个包整体做工我感觉非常的棒 我很喜欢 它这个包做工感觉很扎实 就是没有偷工剪达的感觉 很结实 那么另外一个产品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MacBook Pro 这个产品呢 其实这些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 键盘的膜 我只是想试验一下 也不会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这个牌子 大家不需要买一样的牌子 或者说 不需要买一样的膜 我只是在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产品 就这么一个东西看起来很像套套对不对 那么它的用途就是你把它的膜直接 放到那个键盘上面去 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不像用过的套套 其实手感蛮好的 就是这样一个 很有弹性 天哪怎么这么旧感 好粘呢 好绵呢 我们这里先把它试一下 看看怎么有 这样子吧 我试一下看看咱们能用 我把这个膜 这样铺到这里 OK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膜如果铺上去之后 它会挡住这个touchbar 不知道还能不能读取纸 哦 并不影响指纹读取 非常棒 就是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把电脑合起来之后 然后打开 现在需要我去解锁电脑 然后我这个 并不影响读指纹 那么它不影响它就把这个键盘还是蛮好用的 这个这个膜超薄 所以我很喜欢它就我很喜欢这种 就软膜 虽然这个膜看起来有点恶心 确实这种膜就是方便使用吧 就是不太美观了 OK 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 如果 后续的话 我会给大家出一些新的视频 给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 拜拜